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游泳队加油 19岁的潘展乐解散了唯一的粉丝群 当他发现饭圈有一点点抬头的意思 立马就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他不允许有人诋毁他的队友、兄弟、教练 更不允许捧一踩一的情况出现 00后开始整顿饭圈 随后相关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单 本届巴黎奥运会举办期间 不少年轻运动员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 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一众粉丝 而随着舆论对运动员关注度的大幅提升 围绕明星运动员的粉丝 粉丝群等周边也衍生了出来 然而在此期间 一些喜欢运动员的粉丝 因为没有把握好与偶像的距离而招惹了不少非议 尤其是饭圈文化对体育圈的侵入 更是将过往的追星行为异化偏离了正常轨道 对此 不少人公开呼吁要抵制饭圈文化侵入体育圈 现实中 抵制饭圈文化 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娱乐明星 其本人的态度都相当重要 针对饭圈在舆论场上兴风作浪 如果运动员本人一直以来态度模糊 无疑在客观上纵容了不良行为的发生与肆虐 因此 虽然此次潘展乐没有就解散粉丝群披露原因 但依然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不少讨论 潘展乐在央视的采访中再度透露不在乎外界的舆论 虽然自己也知道跟原来不一样了 一天接受五个采访 采访时楼下一堆人等着要签名 合影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干扰 在我成绩差的时间不来找我 等我有所成就就来力捧 感觉很不好 实际上在潘展乐打破100米自由泳记录 接受采访时 他就说过有一些人从来不联系你 当这种大赛拿到金牌立马恭喜你 这种消息我一般都不回外媒 还将潘展乐誉为是大魔王 潘展乐在直播间直说 我没什么感受 我不在乎外界的舆论 这些都不影响我训练 潘展乐这样的人间清醒发言 也被网友们大赞 因为他清醒且自律 有这样的觉悟前途无量 可见 对于自己当下所面临的境遇 以及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潘展乐有着清晰的认知 对于一名运动员而言 真正的成功和收获 显然不是来自于狂热粉丝 带来的短暂热度 而是凭借自身的实力赢得尊重 也为自身赢得荣誉 粉丝群是促进运动员 与粉丝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 然而 对于一位职业运动员而言 其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时间 显然需要用于训练 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非将更多的时间 用在回复粉丝消息上 因此 无论是对运动员 还是其粉丝而言 明确相应的边界 双方才能够共同汲取向前的力量 即便从一名运动员的商业价值看 如果遇到的是非理性的 动辄引发争议的粉丝群体 其实也算不上是加分项 因此 保持该有的距离 解散粉丝群这种急流勇退的做法 对职业运动员而言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此 粉丝也需尊重运动员的选择 并把控好双方之间的边界 要知道真正的喜欢与支持 并非是网络上的狂热表达 线下对私人生活的疯狂干扰 而是应该在祝福与尊重其选择的同时 在日常生活中汲取精神力量 某种程度上而言 这也有利于形成更加理性的粉丝文化 当然 潘展乐的做法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提醒 运动员最终还是要回到运动场上 回到泳池里 而非沉浸于网络之中 清醒地面对自己的现实人生 勇敢地做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选择 坚定自己的理想 方能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毕竟 对潘展乐而言 游泳池才是他真正的舞台 从目前的公开报道看 虽然目前潘展乐并未公开解释 解散粉丝群的原因 然而 他的做法却得到了广泛赞扬 在舆论看来 这种人间清醒不仅展现了他的自律和专注 也昭示了他所坚守的价值观和态度 就此去看 这对体育领域抵制饭权文化的侵入 也不无借鉴意义